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早起一杯水,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人必备的小习惯。 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很多水分,此时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能让大脑迅速恢复清醒状态。 既然沉起一杯水好处这么多,那到底应该怎么喝呢? 这其中其实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如果喝不对,不但不养生,反而伤便全身。 一空腹喝水好不好? 现在有一些人会选择一些养生的生活行为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甚至还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因为有时候,一些小小的养生行为能够帮助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比抗力更好。 最近一段时间,看见许多人早上起来都会空腹喝一杯温水,有时候会对这些行为感到疑问,为什么早上起来要空腹喝一杯温水呢? 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到底好不好呢? 其实根据科学研究表明,早上起来空腹喝水对人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人体在经过一晚上的消化吸收之后,肚子里面这个时候是空的。 早上喝一杯水就可以让自己的肠道得到清理,也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肠道变得更健康,不会有许多的脏东西。 不过早上起来喝水的时候,尽量选择喝温水,而不是冷水,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喝冷水对胃伤害是很大的。 而喝,太烫的水也会对肠胃有刺激作用,喝温水才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尽量空腹喝一杯温水。 早上起来喝温水,这样效果是很好的。 在喝完温水之后,可以多休息几分钟,再进行一些劳动,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缓解。 另外,尘起空腹喝一杯温水也是可以让自己达到一天喝八杯水的。 许多人觉得一天喝八杯水很难达到,其实仔细算一算,还是很容易达到的。 比如说,在早上起床之后,晚上睡觉之前都可以喝一杯温水,吃饭之前喝一杯温水,经常感到口渴的时候喝一点水,然后有意识地多喝水。 这样也就差不多了。 二、尘起第一杯水不能这样喝,一喝太猛,喝太多。 早晨起床后全身机能较弱,建议喝水。 要小口喝水,太猛喝太多水会迅速稀释血液,加重心脏负担,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尘起本来就是心肌梗死,中风的高发时间,此时猛灌水很容易导致心脏罢工。 而小口喝水会使水流经肠胃中比较缓慢,还会很容易被肠胃慢慢地吸收,形成尿液。 小口喝水有利于身体的各个部位可以吸收到血液里边,能够使我们的器官充分地得到水的供应。 尤其是当你早起运动完之后,或者是比较口渴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喝水,这个样子会让整个人显得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解渴,让我们摆脱口渴的痛苦。 但是这样子喝水会导致我们的胃酸浓度降低,影响消化功能,尤其是在运动之后,体内的盐分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平衡,或者是已经依。 菩萨过河难以承受更多的压力,因此在这个期间,河水也无法补充体内的盐分,能够使我们的血液渗透的能力下降,破坏身体的水盐平衡,影响正常的机体反应,甚至还会出现肌肉的抽搐。 如果是要强行地喝凉水,在身体没有缓和的情况下,会把肺部炸开,虽然说运动之后口渴比较严重。 但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尽量保持小口喝水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渐渐地得到补充,肠道还能够更好地吸收,调节身体的血液和组织里的正常循环,还能够起到身体发热的效果,降低体温,更好地补充身体缺水的状态。 身体缺水是不行的,如果说水分过多,也同样会带来不健康的体质,饮水过多会给身体的代谢增加很大的负担,尤其是肾脏,会使血液过度的稀释,从而影响其他的症状产生。 因此被称之为水中毒。 人体的摄入量,水分产生脱水,低纳症,也就是中毒的症状。 建议晨起喝水,不要喝太多,一般200毫升即可。 每日保持这一习惯,有利于排毒,促进身体新陈代谢,可减少得病几率,对身体有益。 二,水太冷或太热晨起第一杯水太冷太热都不行很多人喜欢早上起来喝一杯冰水,其实这是很不科学的。 喝冰水容易引起胃粘膜血管收缩,影响消化,刺激肠胃,使肠胃的蠕动加快,甚至引起肠颈卵,导致腹疼、腹泻。 正常人喝冰水,尤其是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后容易引发胃病。 而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沉起喝太凉的水还可能诱发急症。 太烫的水进入食道,亦破坏食道粘膜。 长期喝很烫的水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 这是因为食道表面的粘膜胶嫩而脆弱,超过65摄氏度便能烫伤它。 如果频繁烫伤,就会导致不正常的一变性细胞越来越多,最终发生癌变。 建议沉起喝温开水是最佳的选择。 温开水是指烧开的水自然冷却至30摄氏度到35摄氏度左右的水。 这样的温开水接近体温,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喝钱先用嘴唇米一抿,感觉不烫口再喝。 三,水没选对沉起第一杯水喝什么好? 很多人都没选对。 一,淡盐水现代人那摄入量本来就过多,在身体不缺少盐的情况下,在喝淡盐水会增加盐的摄入,反而让人觉得口干舌燥。 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肾功能异常的人,更不要将淡盐水作为起床后的第一杯水。 因为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升高。 而且起床后身体本身就存在缺水的情况,若在空腹的状态下再喝一杯盐水,其他元素只会让你身体的脱水程度更加严重。 二,蜂蜜水早上起床喝水是个好习惯很多人在听说蜂蜜水能够缓解便秘之后,便觉得如果早起喝杯蜂蜜水,就能起到更好的润肠作用,可以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 早上喝水确实能有助于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带出垃圾。 不过如果早起之后第一时间就喝蜂蜜水的话,其实并不是好事。 蜂蜜水可以引起血糖增高,所以一定要适量。 蜂蜜水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喝错了反而会伤身。 三,果汁睡了一个晚上,人体血液粘稠度会增加。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喝果汁,果汁中浓郁的果酸非但不能起到稀释体液的作用,还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 很多人第一杯水喜欢喝柠檬水,这也不是最佳选择。 空腹喝柠檬水会增加胃部不适,建议延后。 四,隔夜茶葱泡好的茶水若放置时间过久,其中微量的氨基酸、糖类等物质会成为细菌、霉菌滋生的养分。 不仅如此,茶水中所含的茶多酚、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也会因为放置时间过久而发生氧化反应,导致茶水中所含的抗氧化成分。 本下降,令其营养和保健价值大打折扣,因此起床后,昨晚泡的茶不宜继续喝。 四,晨起第一杯水,怎么喝? 最佳的选择当然是白开水,没有糖、盐等负担,老少皆宜。 不过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最好选择温白开,二是小口慢饮,喝水量最多,不要超过二百毫升。 除了清晨第一杯水外,全天候补充水分也很关键,等可乐再喝水那就晚了。 一份科学饮水时间表,让你喝水更有规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太多的不如意,是不够自律造成的。 王小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嫉妒别人,常常是因为别人比自己更加优秀,感到生活不如意,常常是因为自己无力改变当下的生活,包括那些让自己感到烦闷的事。 往往是因为自己无法解决,才会如此。 比如因为同龄人升职加薪,烦闷的时候,只要自己的经济和精神都能够足够独立,不畏惧失去。 自然就不会太过惧怕。 可以说,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自律。 当一个人足够自律的时候,对生活更有掌控感,面对事情不至于慌乱不堪的时候,大多的事都能够如愿以偿。 所以,一个人越自律越好命,这点也能够用心理学来解释。 一奸者介遇,奢者放行。 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过一个特别的实验。 他把一群幼鼠分别放在不同的笼子里,家族享受最贵待遇,提供充足的食物,让他们保食终日。 而乙族则遭到歧视、对待,只给他们60%的食物,故意让他们饿着。 没想到实验结果出乎所有。 得意料,夹走老鼠行动迟缓,每活满一千天,便应年早逝,一组老鼠却活过了两千多天,才寿终正金。 而且,皮毛光滑,皮肤紧绷,行动敏捷,就连免疫力也比保鼠强。 科学家不仅仅满足于结果,在寻求深层原因时提出了限额理论。 限额理论认为,动物一生所消耗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一旦用完这些额度,就等同于主动走向生命尽头。 好比吃了太多的食物的时候,胃部的消化能力就那么大,右手时期吃下的饭越多,越是不加碍节制,右手长大后所吃的食物无法被轻易消化,自然会造成生命的损耗。 这场实验包括了最后的限额理论,构成了心理学中著名的恶鼠效应。 干憋智库对此的解释,只有十六个字适当解释,发展良好,过度放纵,早衰短命。 放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一个人不懂得自律,年轻时在不节制的情况下,对自己人生的损耗越大,之后发展往往会因此受限。 比如,不懂得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懂得及时锻炼身体时,年轻时也许会因为精力充沛,不受影响,但到了某个年纪,疾病来袭,可能会不受自己的控制,或者是在经济方面的自律,年轻时太过奢侈,总想享受生活的结局,可能是年老时少了依靠,没了当初的精力,只能让人生走下坡路。 二,恶不可尝,欲不可增。 纵欲是人的本性,但是人生就是不断克服本性的过程。 作家伯鲍尼说过他的一段往事,在他二十多岁的那几年,胃口好得出奇,从来不知道节制。 那时他最爱吃自助,四两一盘的牛肉,轻松能吃掉八盘,一到深夜就约上朋友去烤串摊喝酒吃肉。 不吃串的时候,他就自己做饭,糖醋排骨,啤酒鸭,干锅肥肠,吃得满嘴油包。 那个时候的他就跟食宴里的保守一样,每天毫无节制地吃喝,体重一下暴增到一百三十多斤。 就连他自己都说,这对我的身高来说是一个灾难。 父亲看着这样放纵的他,整日忧心忡忡。 为了让父亲安心,他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他借了自助,借了油腻的食物,不再胡吃海塞,一开始真的很难。 当他开始习惯之后,便渐渐喜欢上了微饿的状态。 因为微饿,一碗普通玉米面、茶子粥,他都能喝出穀物丰盛的香气。 一碗简单的米饭,只要浇上一点点肉酱,他便觉得是天堂。 就这样,他前前后后瘦了将近四十斤。 这时的他开始欣赏镜子里全新的自我,就像严妮说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种风景,现在的你可能会觉得多喝一杯酒,多吃一口蛋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放纵自己。 可是十年后,二十年后,要知道,人生最后十年的你,是由每一个当下的你决定的。 三凡是有度,过则为灾。 心理学家修麦凯曾在预念心理学中,提到了一个欲望幸福曲线,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只要一点小小的期望就能够被满足,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 可当欲望增加到一定程度,幸福感非但不会再提升,反而会迅速跌入谷底。 人这一生,所求有度,过则成灾。 王宝强曾在《十三腰》里讲到了他成名前的一件事,当时的他因为天下无贼崭露头角,小有名气,有不少导演和制作人都上门邀约,其中就有一部比较特殊的客串戏,只需拍摄一两天便可以获得巨额品酬。 王宝强的妈妈知道后,让他第一时间赶紧结下来,在农村乡下客串,一天给这么多钱,真的很有诱惑力,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割水面前都很难不心动,但王宝强最后拒绝了。 他妈妈听说后,十分不理解,怒斥他,给你这么多钱,你怎么不去啊? 他说,得克制自己,控制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不能让别人带着你走,把自己给矿住了,局限出来。 在他看来,自己飞客般出身,是误打误撞,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只有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才会飞得更远。 如果轻易被高昂片酬诱惑,去赚短期的快钱,那他只会离心中的电影梦越来越远。 埃及有句谚语说,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欲望,就算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马驰线里而不偏一线,是因缰绳之故,任意如此,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拥有超强的自制力,保持克制,守住初心,才能够更接近你的目标,你的人生才能。 够水到渠成般的流向大海,而不是沟壑乱送的四处碰壁。 如果没有一点点自我克制,任自己在遇海浮沉,终究会沦落为欲望的奴隶。 四,越自律越好命。 庄子里有一个叫子信的工匠,他能够做成上等的乐器。 鲁侯问他这是如何能够做到的? 姑娘说,做乐器之前要借债祭天,忘记自己的心念、形体、金钱、荣誉,忘记朝廷的存在,截至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约束。 当然,身处诱惑重重的环境,能否把握好尺度,不被欲望迷惑双眼,这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大学里的张一鸣自封道德状元郎,别人。 乐会谈恋爱,他看书敲代码,别人打牌打游戏,看书敲代码。 大学毕业后,有的同学去了外企,拿着高薪,有的同学加入了银行的部门,解决了北京的户口,他却选择了一家创业公司,做最基层爬虫程序,继续深耕技术。 他说,为了避免平庸,要拒绝拉着你走向平庸的那些压力诱惑。 艺术在印度墨里有一句话耐人寻味。 我提着一个袋子边走边拾,一路上拾起无数我不想要的东西。 当我遇到真正想要的东西之时,袋子已经装满。 人生就像一个口袋,装进去一些东西的同时,一定会挤出一些东西,就像想熬夜就要牺牲健康,满足食欲就要放弃身材,节制并不是对幸福的抹杀,而是一种。 弃小诱惑,追逐大自由的智慧。 只有舍弃摆在我们面前的短期利益,才能够空出位置去拥抱长期回报。 成长的路上有节制,才有以后更多的拥有和获得。 横发有言,简者节欲,奢者放行,放行者微,节欲者安。 也许我们都曾经败给过恶鼠效应,但只要你有一颗改变的心,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圣人者力,自圣者强。 看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一条饥饿的蛇爬进了一家木工店寻找食物。 当它经过地上的锯子时,身体被锯子割伤了一点,它愤怒地转过身去,一口咬住锯子,结果锯子丝毫无损,它却把自己的嘴也弄伤了。 蛇更加愤怒了,红着眼睛冲上去用力把锯子缠住。 最后,它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有伤害到橘子,反倒是自己被锯死了。 可怜的蛇致死,也没有明白杀死它的并不是。 锯子,而是自己失控的情绪。 生活中,我们也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有人忧思、百结、不断内耗自伤,有人脾气暴躁,因一时冲动酿成惨剧。 说到底,人这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 亦别人坏情绪赶走好心情。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因为乳腺问题做了一个大手术。 后来他跟我感叹道,四十岁以前,总是习惯将所有的事情放在心里,工作不顺,感情糟心,被琐事压垮了内心,直到大病一场,才知道生气也会毁掉一个人的健康。 西方现代心理学认为,身体的慢性疼痛除了外界的伤害,绝大部分是内在的压力和心理问题造成的。 人生上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负面情绪。 畅销书作家何全峰曾在书上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知名的大学心脏学系主任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捡回一条命后,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人生。 住院的三个月时间里,他整理出关于生活的很多心得,最终总结为两条生活法则。 这两条生活法则并不是什么养生秘方,只是非常简单的处事方法。 守则一,别为芝麻小事好利器。 守则二,所有事情都是芝麻小事,生活总是麻烦追着麻烦。 如果任由情绪牵连而把日子过得如一团乱麻,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学会调节自己的心。 行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正如罗祥教授所说,对于可控的事情保持谨慎,对不可控的事情保持乐观,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二,所有坏情绪都由自己买单作家刘娜曾说,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 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糟心的事情,有人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演变成拳脚相像,也有人遇到急事就心态爆炸,把小事酝酿成了巨大的灾难。 然而,狂怒过后,一切的后果终究需要自己来承担。 前两天看到一则令人心痛的新闻,俩父子因为生活。 不顺,在酒桌上发生争执,竟然朝着对方身上互泼白酒。 两人越吵越烈,最后父亲竟然用打火机点燃了儿子,只在一瞬间,父子俩就染成了活人。 最终,父亲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儿子也被严重烧伤。 面对这样的结果,儿子心里肯定懊悔晚,但无论再怎么惋惜,父亲也不会再回来了。 梁师修曾说,血气沸腾之际,理智不太清醒,言行容易愚愤,于人于己不意放纵自己的情绪,他就一定会以最痛的方式来惩罚你。 所有的坏情绪,最终买单的还是自己,三收不住脾气,留不下福气。 心理学家戴维斯教授曾对近一千人,做过跟踪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 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激烈的坏情绪当中,会导致家庭失败,事业糟糕,或者把好事弄得一塌糊涂。 难以掌控自己的情绪的人,往往也难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曾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老张是公司的老员工,原先一直在市场服务部工作,挺卖力,就是脾气太暴躁,经常因与客户发生矛盾而遭到投诉。 他身体也不太好,一次在岗位上突然生病,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才回来上班。 总经理想让他调养身体,所以把他调到了物流科。 老张得知后期的暴跳如雷,觉得这是领导在给他穿小鞋。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跟长期出差有关,并且换到了这个岗位待遇。 也没嫁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却因此跟领导大吵了一架,非闹着要辞职。 辞职后的他开过饭店,后来却因屡次跟顾客吵架而关门大吉,做过不同的生意,都因为控制不住脾气,赔得血本无归。 折腾到后来,手里也没有什么本钱了,就卖起了烧饼,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说, 收入也比原先少了很多。 有句话说,人这一生,赢在宽容,死在脾气。 有些人过得不好,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被情绪支配的人只能任由自己沦为弱者,让生活滑向无底深渊。 四,控制情绪才能掌控人生早前在网上看过一个问。 问题,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刘歌高赞回答说,即便内心波涛汹涌,表面也能云淡风轻,总结成四个字,就是情绪稳定。 荀子云,怒不过多,喜不过语。 切莫因愤怒而随意处罚他人,因开心而随意奖励他人。 人生在世,要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有做到控制情绪,才能够掌控其他的事物。 所谓情商,便是一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 前段时间看到了罗振宇的一个采访,当被主持人问提,你有什么难过或者不好接受的事? 罗振宇笑着回答说,我现在的人生里没有所谓的情绪,只有发生了什么问题和怎么解决问题。 简短的一句话,智慧。 金贤常言道,心宁则是生,智生则是成。 一个人若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能力再大,也是徒劳。 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都是管理情绪的高手。 作家沈从文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为人谦和,待人真诚,一直以乡下人自居。 他性格淳朴,人厚宽容,不论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能影响到他。 如同他评价自己时所说,我性格使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的态度都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强大的自我消化能力,使沈从文一生动荡起伏,却始终波澜不惊。 更用笔下的文字,治愈无数受伤的灵魂。 老字曾说,圣人者力,自圣者强。 控制情绪是处世的智慧,更是人生的修行。 不愧于心,不乱于情,方能自在安然地过人生。 林语堂在文章中有一段话,我深刻认同一个人心的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于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给人安全感的。 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谋大事者受众格局。 什么是格局? 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界、胸襟、胆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 有句话说得好,你从八十楼往下看,全是美景,当你从二楼往下看,全是垃圾。 人若没有高度,看到的全是问题,人若没有格局,看到的全是鸡毛蒜皮。 人没格局比没钱更可怕。 一格局决定人生境界寒寒在所有人问所有人中说,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容量比什么都重要,这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宽度,决定了你将来能够建立的格局。 美国商人阿博史瑞乔的生意一直都很火。 可有一段时间,他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少,而斜队门那家生意却突然火了起来。 史瑞乔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一个顾客上门投诉,说自己买的货的质量有问题,史瑞乔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因为他根本就没给对方送过货,又哪来的质量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原来斜队门那家的老板买通了电话局的一个接线员。 接线员把史瑞乔的业务都接到对面那家去了。 员工们知道后都非常愤怒,纷纷要求史瑞乔去起诉那个老板和接线员。 当时小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要是能够实现电话自动转接,就不会再有这种事了。 此后,他查阅了大量资料,请教了很多专家。 经过长时间的细致研究,他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电话交换机。 石月桥也因为这项发明名利双收。 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就是人们在心理上为自己设定的高度。 如果你没想过到达顶峰,那你永远不会成功。 一个人如果没有大格局,走一步算一步,目光只盯着眼前,终究难有所成。 2014年的董卿事业蒸蒸日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但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在此时却选择了急流勇退,去留学进修,进一步开拓事业。 董卿说,暂别话筒一年,换来的却是更开阔的事业,更别具一格的思路。 有了留学的经验,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充盈,相信未来自己会以更好的姿态重回话筒的舞台。 事实确实如此,待他归来后,他的舞台更大了,他亲自操刀的朗读者受到一致好评。 一个有大格局的人,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人生的逆袭。 可以,创造无限重可能。 所谓的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丰富,阅历也在一步步地提升中。 电影《一代宗师》中说过,人的一生有三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不同的格局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境界。 二格局决定人生的高度。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手中格局,想要做大事,首先就要有胸襟,有格局。 一个人的眼界和心胸决定了他人生的高度。 做人有多大气,就会有多成功。 因为胸怀,格局才是成功者的标志。 2000年房地产行业快速成长起来,拥有巨大的事。 当时华为CEO任正非的一个老不下建议,反正现在咱们这么有钱,要不顺便投点钱去做房地产。 轻轻松松的就能赚出一百个亿。 任正非听完后说了句,挣完大钱,就不会再想挣小钱了。 2010年,深圳房价火速上涨,又有部下提议进军房地产行业。 这次,任正非拍着桌子大吼。 华为是绝不可能做房地产的,谁以后再提这个事,谁就下岗,从此没有人再敢提。 当无数商人想着如何赚钱快时,任正非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 专注做自己想做的通信行业。 任正非1994年时曾说,十年之后,世界通信。 制造业三分天下,必有华为一喜。 事实证明,华为做到了。 而且做到了业界翘楚。 一个每天在街头乞讨的乞丐,不会极度开劳斯莱斯的人,却会极度比自己要到更多钱的乞丐。 人没格局比没钱更可怕。 所谓格局,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眼界。 格局大的人,往往能看得长远一些,而格局小的人,通常只能看到眼前三。 格局决定生活的宽度。 人们常说,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是一种勇气和毅力。 而放得下,是一种胸怀和格局。 曾在书上见过这样的一句话。 花开花落,与我河干。 平常心,既是洒脱,也是解脱。 拿起放下,何必强求,顺其自然。 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和尚赶路过河时,见到一个女人,雨后的河水异常汹涌,她无法过河。 老和尚见状,就将女人抱起过了河,又将女人放下。 徒弟一看就说,师父男女瘦瘦不轻,你怎么抱着女人过河? 师父没有理会小和尚,心里嘀咕,行了一公里,又忍不住说,师父,你做错了,你为什么要抱着女人过河? 师父说,我已经放下了,你还被放下。 诚如生活中的我们,常常因一些小事,甚至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而烦恼别人的一两句坏话不能释怀,动不动的就讨厌人,憎恨人,注意力都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中写道, 憎恨伤不了对方一根汗毛,却把自己的日子弄成了炼狱。 佛经上说,如何向上? 唯有放下,世间万物的容量皆有量,拿起一些,必然要放下一些。 有格局的人往往更容易做到,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没有痛苦的事情发生,而是因为他们有格局,懂得时间成本,明白多痛苦一分钟,就意味着少快乐一分钟。 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清。 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一百楼,有人骂我,我根本看不见,也听不见。 提升你生活的高度,放大你人生的格局,你的未来将值得期许。 于秋雨曾说过,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生活琐碎中沉沦。 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地铿锵有力。 孔子云,君子不弃,意思是说,君子不应该像某件器物一样,作用仅局限于一个方面。 其实,更是教导我们,做人不可狭隘,不可拘泥,不能只看到脚边的一草一木。 而应该敞开胸怀,放开眼界,要有站在高处俯瞰生活,的大格局。 胸怀大,格局才大,格局大才能做成大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小看每一分钟,时间会变现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句话,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成败。 其实它源自由美国传奇之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亲身经历,为了改掉身上的种种毛病。 它曾痛下决心,制定了十三条习惯,包括平常的一言一行,甚至把习惯的养成细化到每天每一分钟。 人生变好离不开小事,慢煮时间发酵。 真正的自律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在于日常的修行。 以下十条分钟定律帮你修炼成。 更好的自己。 一、说话酝酿半分钟,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很多争吵和误解都是嘴快惹的祸,明明没有恶意,却因为说话不经思考得罪了人,本来一片好心,却由于不会表达,反倒落人埋怨。 张口说话很容易,好好沟通却不简单。 苏格拉底说得很对,讲话之前掀过筛子,三思而厚颜,才不会伤人而不自知,开口慢半拍,麻烦才不会来敲门。 想评价别人时,听半分钟,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事实,想跟人争执时,花半分钟,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留一点沉默的时间,与己与人都是最大的善良。 二,遇事先做两分钟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两个爱打架的。 小人,一个叫马上开始,一个叫等会儿再说。 想想你是不是经常碰到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要交的工作拖到了前一晚,才火急火燎的开始,说好要看书,手机刷来刷去,一不留神就到了凌晨。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两分钟定律,要做什么最好在两分钟内去做,否则你就会不停拖延甚至放弃。 凡事掀起个头,才能摆脱拖延症。 做行动的巨人。 我每次不想写稿时,就会逼自己先整理一会儿思路,一旦进入状态了,很容易就变成了二十分钟一个小时。 坏习惯没法被消灭,只能被其他习惯代替打败。 迷茫和焦虑的永远是具体的行动。 三生气,冷静三分钟。 老话讲得好,废水照不全道。 迎圣怒,看不清真相。 当一个人生气时,理智就很容易败下阵来,往往会冒出言不由衷的话,做出伤人伤己的事,时候冷静下来,要么觉得不值,要么后悔万分。 林则徐每每想发火,都会抬头看看书房挂着的两个字制怒。 胡适每回忍不住要跟老婆吵架,就立马把自己锁进卫生间。 人都是情绪化的生物,有喜就有忧,有乐就有怒。 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冷处理,下次在情绪上头时,试着先做几个深呼吸,再从零数到一百,不逞一时之快,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四,随手记账五分钟关于当代人的财务现状。 网上有个很火的段子,除了工资,别的都知。 赚得还行,胜得可怜。 在我看来,还要再添一句,瞧着花的不多,加起来就是巨款。 豆瓣上有个丧心病狂攒钱小姐,有人毕业两年存款二十万,有人月入八千,却生生抠出了两套房的首付。 令人验羡的存款背后,离不开一个好习惯,记账。 手机支付成为日常的当下,千万不要小瞧记账的力量,不拿数字刺激自己,人永远没有克制消费的紧迫感。 你记得每一笔账都是心里的一把秤,小到吃穿用度,人情往来,大到理财投资,哪些钱没必要花,哪些钱还可以省,一目了然。 成年人对钱用心,就是对生活负责。 五心凡冥想八分钟,提起冥想,很多人都会。 想起高手闭关修炼,高僧树下打坐的场景,事实上,它是个你我日常就能用来管理情绪的好方法。 快节奏的生活里,压力和焦虑成了常态,人人都有心浮气躁的时候,工作太累,杂事太多,孩子不省心,有时让你烦恼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自己的看法。 下次心烦意乱的时候,不妨试试冥想,闭上眼,屏蔽一切外物杂念,只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 心静下来,人才有了关照万物的可能。 每天只需几分钟,你会发现之前的焦虑一扫而空,那些看起来棘手的事也变得简单起来。 六,凡是提前十分钟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有记者问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在哪儿。 他只答了四个字,总是提。 以前上班路上的红灯,突如其来的意外,重要的公司会议,人生是随时会崩的盘,凡是做好准备,才不会兵荒马乱,把提前当成一种习惯,才不会让小事变成大事。 早上提前十分钟,就不用担心丢三落四,迟到饿肚子,工作提前十分钟安排,才能更快更从容地进入状态,见面提前十分钟到,给别人留个好印象,说不定就给自己埋了个彩蛋。 有句话讲得好,十分钟是细枝末节,提前十分钟是身见远虑。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生活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的时间观和原则性就是你最硬的底牌。 七,睡前复盘十五分钟鸣。 朝有个叫徐浦的秀才,每天都习惯来自睡前回顾,如果有什么过失,就会在左手边的瓶子里投一颗黑豆,倘若有什么进步呢,就往右边投颗黄豆。 久而久之,黑得没什么变化,黄豆却越来越多。 人活着,生活,工作都难免疏忽犯错,学会反思复盘,才能快速累积经验。 试着每天睡前花十来分钟问自己几个问题,今天都做了哪些事? 有什么教训应该吸取? 哪里还能再优化? 空有精力却从无经验的人,只会永远在原地踏步。 反省才有成长,改变才有提升。 那些反思后的领悟,都会变成明天的路。 八,抽空读书三十分钟。 富有诗书气自华。 无论什么时候,读书永远是普通人提升自我的唯一捷径。 读社会科学才知宇宙神秘,读文学历史可以丰富精神,哲学心理能让你心沉静,脑清醒, 专专业书类则能帮你提升自我,优化生活。 上班路上,睡觉之前,每天抽空阅读半小时,你开始看不进去。 没关系,小说散文先领进门,正是折经在循序渐进。 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改变就在发生。 九,坚持运动四十分钟你知道吗? 有研究表明,跑步一个月可以降低体重,三个月心肺功能变强,半年后身体免疫力增加,一年后摆脱三高,坚持三年以上身体素质。 精神面貌就会明显超出同龄人。 此外,锻炼还能开阔思维,治愈内心,提升工作效率。 人生永远没有白做的运动,成年人的世界,变胖,变懒,变丧都很容易,但只要你愿意,你依然可以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使每天学习六十分钟,有句话说得好,人的本事就像碗筷,一副坏了就再拿一副出来,唯有如此,才能永远有饭吃。 这个大江奔涌的时代,世界每分每秒都在改变,指望躺在家里吃老本的人,难免会被落在后面,不断自我投资,才能永远保持竞争力。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生命能延续多久学习,就应该持续多久学习。 能让我们始终拥有不老的,向上的,积极的心态,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 你现在的选择里藏着你十年后的模样,利用好灵星的时间,往往会产生负利的效应,再微小的改变,一寸寸累积也能翻天覆地。 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未来某天,你以为是幸运降临,其实是你自己值得拥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企业家曹德旺在一场采访中说,我爸指着我的鼻子说,曹如果没有心都不会发芽。 人做事要用心做,你有多少心就会成就多少事。 的确如此,人是万物之灵,用心做人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正所谓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经诚所致,今时为开。 那么到底需要哪些心呢? 其实,我们总结一下,成功。 人事的经验就可知晓。 一个人想要改造命运,首先要具备这两种心态。 或浮游心造,多浮之人大都拥有这两种心态。 一样有野心。 电视剧《上海滩》中,冯静尧问丁丽,穷人最缺什么? 丁丽不假思索地回答,穷人就是想填补饱肚子,所以缺的是钱。 冯静尧摇头说,穷人缺的是野心。 丁丽幡然醒悟,眼睛里闪耀着光芒,这个世界上有才能的人很多。 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们沦为平庸之辈?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缺乏成大势的野心,因此终日浑浑噩噩,荒废了大好青春。 曾国藩说,做人第一要有志,有志则不甘为下流。 王阳明则认为志不利,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公计义,未有不本于志者。 野心志向是梦想的翅膀,它可以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指引人们奋发前进。 有志向的人,有野心的人才会穷且易奸,不坠青云之志。 只有大王洛克菲勒曾经富可敌国,连当今的首富比尔盖茨都把他视为唯一的偶像。 但是洛克菲勒却在家书中告诫儿子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他还说,运气靠策划,好运气可以引导,如何实现呢? 他提到了两点,第一,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比如你要做什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 第二,你要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资源、地位、金钱、人际关系、个人能力。 他还告诫儿子,财富与目标成正比。 如果你胸怀大志,目标高远,你的财富之山就将累向云霄。 如果你只想得过且过,那你就只有做末留鼠辈的份儿,甚至一事无成。 即使财富离你近在咫尺,你只会获得很少的一点点而已。 其实,我们的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道理。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也。 所以说,一个人要想发达富贵,要想有大富大贵之命,首要有目标,要有志向,要有野心,正所谓是有志者视境成,破釜沉舟,百二秦观中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心尝胆,三千月甲可吞吾。 晚清名将曾国藩是智心的高手,他深知立志高远的重要性,因此他告诫子孙,凡将相五种,圣贤豪杰五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说,福气多的人,往往都是有野心,勤奋上进。 一个普通人要想改造命运,首先也要具备这种心态。 二要有善心。 一个人,人质向远大,只有野心,就像《易经前卦》中所说的,天行剑,君子已自强不息。 但是这样还不行,还需要品德和才能匹配,就如《易经坤卦》中所讲,帝是坤,君子已厚德载物。 厚德的关键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要有一颗善心。 仁爱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若是心怀残忍,没有慈悲,就像果子一样,没有果仁,怎么会长出果树呢? 太善感应天开篇便说,祸福无门,为人自诏,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一个极善的人,尽管命述里注定要吃苦,但是他做了很多善事。 这种善缘积累多了,就可以慢慢改变他的命运,使他由苦变成乐,由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一个极恶的人,尽管他命中注定要享福,但是他如果做了很多恶事,这种恶缘积累多了,也就可以使他命运发生改变,由福变成祸,由富贵长寿变成贫贱短命。 这就是一经中所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也是老自道德经中所告诫的或惜福所以,福惜或所福。 福与或是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 了凡四讯中记载的原了凡,就是通过行善积德,继而改造命运的最好例子。 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勤奋苦学,但科举考试一直不理想。 后来的云谷禅师点拨,让他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因德,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于是乎,原了凡花了十多年时间,做了三千件善事,终于生下儿子,天启后又做了三千件善事,然后考中了进士,当上了支县, 还活得很长寿。 当初有人说,原了凡命中无子,考不中进士,不能承受。 但是,原了凡通过后天修为,努力多做善事,成功改造命运,实现了人人都渴望的福禄寿三全。 原了凡的例子更是应验了《易经》中的一句经典名言积善。 贪之家必有余庆,饥饿之家必有余秧。 所以说,心善的人多做善事,就会更有福报,更容易成功。 一个人有野心,有报复,才能激发斗志,不断开拓进去,做人做事更有目的性,努力去实现目标。 所以,我们要努力做个目的主义者,因为目标能够激发我们的潜能,成为主导一切的力量。 一个人有善心,才能感化万物,方可厚得载物。 积善多了的人,内心就会更加真诚。 而意念,真诚,是做人做事的根基,就如大学中所写, 一成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佳琪,佳琪而后国志。 国志而后天下平,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问世间情味合物,直较人生辞相许。 爱情路上,多少痴情的人苦苦煎熬着,看不到爱情的希望。 当一个人爱上一个有家庭的人,进一步没有资格,退一步舍不得,心中是苦不堪言。 爱上一个有家庭的人,需要看清楚以下这四件事才会幸福。 学会做感情世界的明白人,别爱错了人,弄丢了一生的幸福,不值得第一,所有的爱情都会慢慢变淡。 但迟早而已。 很多人说,爱一个人几个月之后,就会感觉很平淡了,从天天都聊天,变成偶尔聊天,后来都不怎么聊了, 感觉可有可无了。 只有那些可以走进婚姻的爱情,才可以更有温度。 但结婚后,也是平平淡淡的。 多少人一起熬过了白手起家的日子,却没有熬过平平淡淡是岁月,这就是爱情的真相。 能够守住平淡的爱情,才是天长地久。 但是,错爱了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因为感情越来越平淡的时候,就不想爱了,想要放手了。 我的一个朋友,花花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男人在广东,她在湖北,还不远千里见面了。 但是两年后,花花都没有了男人的联系方式。 花花说,我以为她会爱我一辈子,没想到一年时间不到,就没有了共同话题。 距离真是一个问题,距离不计较是真实的距离,还是心与心的距离。 因为无法走得太近,慢慢就会让感情变淡。 第二,对方已经有了家庭了,为你离婚的概率一般很小。 土磊说,永远不要听信任何已婚男人诉说的爱情悲剧,孩子都生出来了,还谈没有爱情,可笑。 任何婚姻都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即便爱情的基础不够好,但还是得到了两个人的认可,才走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为了婚外的爱情,家庭都不要了,就是没有责任心,如果为了孩子和家庭主动担负责任,那就不配再谈情说爱了。 一个已婚人士的爱情有两面性,不管选择哪一面都是不对,特别是女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被花言巧语欺骗了。 我住的小区就有一个傻傻的女人,刘丽爱上了一个公司的老板,恋爱两年多了,后来发现男人早就有家庭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她很生气,但是男人信誓旦旦地说,我离婚。 给你等着吧,一等又是五年。 刘丽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如果再等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别人都劝她,算了吧,回头是岸,她不听。 直到去年冬天,男人把公司卖了,去了上海发展,她才恍然大悟,一切的等待都是一厢情愿,太轻信男人了。 如果真心相爱了,需要快刀斩乱麻,有家庭的一方尽快离婚,否则等久了都是害人害己。 事实上,为了婚外的爱情,而离婚的人比较少。 第三,你失联一段时间,就会看清对方。 当你忍住一段时间,不联系对方,就真的不想联系了。 对朋友是如此,对自己爱的人,也是这样。 因为不联系,不打扰,就是彼此拉开了距离,形成了无形的一堵墙。 只有那些天天联系的人,无话不说的人,才会感觉心有灵犀。 如果你突然从他眼前消失,不接电话,不发微信。 看他的态度就,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般来说,第一天他到处找你,很着急,通过你的朋友,身边的同事,打听你的下落。 第二天他还是找你,但是不会那么急切要找到你了。 第三天,第四天,他就会慢慢淡出了你的视线了。 你不再会听到关于他找你的消息了,也许他趁此机会彻底放弃了你。 为什么他不会坚持找你? 因为他有家庭,不可能家庭都不要了,就是为了找你。 除非他对你是真爱,才坚持要找你,这辈子就爱你入骨了,一切都可以抛弃。 因此,失恋一段时间,就看清了他的心,就知道如何选择以后的路。 第四,你之所以放不下对方,是因为没有遇到更好的。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年头谁离开了,谁就真的不能活了。 告诉你,不可能,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一辈子的人都可能中途离开你。 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离婚的不在少数,誓言有什么用? 爱上一个有家庭的人,你应该保持冷静。 看看身边是不是还有人一直很关心你,喜欢你。 如果有,并且他单身,你就转移目标去和他相处,也许和他也谈不成爱情,但会因为转移了视线,就不会再想起错爱的人。 宁愿接受一个喜欢你的人,也不要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这是很多过来人无数的道理。 虽然接受一个喜欢的人,自己当时不一定很高兴,但后来会发现被人喜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可以帮你走出过去的感情纠葛。 爱上一个人,说不清是对是错,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错爱一个人,就别一根筋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见了,而是要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听别人怎么说,接受别人的建议。 爱上一个有家庭的人,肯定是错爱,即便是真的成全了爱情,也会遭到非议,需要一颗强大的心,才可以承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真的错爱了人,也不要自责,而是从迷茫中慢慢走出来,学会看清,想通,理解,找到自己应该走下去的路。 当你看清了爱情的真谛,才能留住真正的幸福,不沉迷在伪幸福之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 ,感谢你的聆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